今天是2月23号的下午2点 我现在在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福建准备卸车 今天带的是感知的两个选传的展板 一个是挂服,一个是展板,是相做的 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多 一个人去找东西要制作,还要设计,还要考虑 不过今天这个东西基本上就全了 两个硬质版的展板,一个挂服 这个挂服也很大,效果会非常好 我的抗议还会持续 多次有朋友问到,你准备在这待几天呢 没有考虑过待几天 因为当初的时候我就搭帐篷 你想那就不是准备待一天两天的 现在帐篷被他们抢拆了 但是也不会放弃在这待一天两天 或者三天五天就走了 究竟待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都没说 中国这个刑法,如果不给人贩子重刑 这些问题还会持续,还会持续到若干年 人贩子一定要重刑,买家也要入刑 人一定要比鸟贵 买个鸟,卖个鸟还判刑 癞蛤蟆被倒卖了还要判刑 癞蛤蟆的价格和一个人的价格是同等的 这个标准实在是对人贩子来说太仁慈了 这个量刑标准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能增加 这个事可以说是人人都自为 人人都可能会成为铁链女 人人都会成为铁链女的父母 人人都会有可能 现在我准备写车 铁银 karena están期认为铁铁铭的 我一个人都会 living 我一个人都会来 顺利亚 7.6.7.16 匿当化 Zither Harp Zither Harp